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到底疫苗打了多少 还有去哪里领取更多的信息 我们都会聊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点赞订阅 支持我做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把有用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开始之前再提一下我现在的背景 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24小时的健身房 买了会员之后呢 就24小时都可以刷卡进入进行健身 因为今天聊的是健康相关的话题 我就把这个视频作为今天的背景 希望你们喜欢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在这个阶段 澳大利亚有两种疫苗是可以施打 一个是牛津的阿斯利康 一个是德国的辉瑞 两种疫苗里面 澳大利亚人会主要接种的是 牛津阿斯利康这款疫苗 因为这款疫苗已经在澳大利亚 开始本地的生产 现在在国际情况下 比较疫苗比较紧张 大家都有疫苗禁运啊 或者不让疫苗出口的情况 澳洲主要依赖的就会是 自己本国能够生产的 牛津阿斯利康这款疫苗 从今年2月22日 澳洲接种第一剂疫苗以来 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上周末 现在已经接种了 541761人次 那这里面有一些是接种了 只接种了一剂 有一些是已经接种完全了两剂 这两款澳洲现有的疫苗都是需要接种两剂的 现在放上来这张图表就列出了 每一个州和领地 现在施打的人数 最新的信息是 在坎培拉我居住的城市 有12430人接种 坎培拉的人口差不多是40万人不到 所以现在的接种率大概是2.5% 在其他的大州像维多利亚州 就是墨尔本城市的所在地 已经完全接种两剂的人数是18413 在西南威尔士州 就是悉尼的所在地 现在完全接种两剂的人数是3万左右 澳洲的疫苗是分批施打的 最优先的现在施打的人员 就是一些前线的工作的医护人员 养老院 残障护理院的工作人员 及检疫和边境工作人员 这个批字已经施打完全 现在是在第一批里面的第二个小组 就是70岁以上的成年人 和其他的医务工作者 还有原住民 还有残障人士 还有一些高风险的工作者 包括国防警察 消防 应急服务和肉类加工工人 那等这一批字完成以后呢 就会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 在第二批里面的第一组 还有原住民和其他的关键工作者 和高风险人士 会继续在这一个阶段 也会继续施打 之后第二批的第二组 就是剩下的成年人 就是所有的成年人 未成年人会排在最后面 因为至今为止的证据显示 未成年人在折到新冠之后 会发展到比较重症的情况 是比较稀少的 所以他们被排在最后 简单来说 如果您现在已经是70岁以上了 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去 去参加施打新冠的疫苗 去跟你的医生去预约 如果你现在是没有达到 这个70岁的年龄 也不是什么高风险的人士的话 你就还需要再等待 现在政府也没有给出 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但是如果你跟你的医生 家庭医生或者是 就是社区的医生 都有比较经常的见面的话 他们随时会可以 给你最新的信息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家庭医生 给我的信息 就是他预估在今年年底之前 所有在澳大利亚 想要施打新冠疫苗的人 都可以得到 这个疫苗的施打 因为打疫苗这个事情 也是一个自愿的事情 所以肯定会有一些人 不愿意去打 或者他想要观望一下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新冠疫苗这个东西 也是新出来 实验的时间比较短 很多人会有担心 他是不是有一些风险 官方的最新建议 就是这两款疫苗 都是非常安全的 他们两个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阿斯利康 好像是之前做实验的时候 采集的16岁到18岁之间 的人群的样本非常的少 所以现在暂时不建议 16岁到18岁之间 这个人群去打阿斯利康 如果要打的话 可能是辉瑞会比较好 因为辉瑞 他是在16岁以上的人群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因为澳洲主要是 阿斯利康这款疫苗 而且年轻人也是排到最后面了 所以年轻人绝对可以再观望一下 看看情况再说 那其他的成年人呢 都是完全你有这个意愿 想要去得到疫苗的保障的话 你都是可以去等到 我们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去预约去施打 最新的关于阿斯利康这款疫苗 是有一些担忧 就是在欧洲出现了一些人 在打了疫苗之后 发生血栓的情况 虽然我不是医疗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去查了一些医生朋友 在网上分享的信息 建议都是不用太担心 在欧洲发生的情况是 接种了1000多万人次之后 发生了几十例的血栓的案例 还有肺栓栓的案例 他们说这个比例 还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我个人的意见是 不会因为这个很小几率的事件 就让我不敢去打这些疫苗 但是反正我还没有排到我 所以我也会再等一下 再观望一下 看一下最新的信息 至于这个疫苗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有没有什么人 是不适合施打的 最新的政府官方信息呢 就是所有16岁以上的人士 都可以打这两款疫苗 就说正常情况下 都是没有问题 所有人都可以施打 除非你是对这个疫苗 有过敏的反应 比如说你接种了第一剂之后 你发生了一些过敏 那你就可能不建议 你去接种第二剂 另外还有你有些 特殊的身体情况 比如说你有肥大细胞增生症 有凝血障碍症 或者服用血液吸食药物 那这些特殊的情况 就会需要去注意 在打疫苗之前 你需不需要去咨询一下 你的这个医生 再去做一个打疫苗的决定 如果你对阿斯利康这款疫苗 造成的这个小几率的 肺栓筛和血栓的情况 有任何的担忧的话 现在在欧洲最新的建议就是 在60岁以上的人群 打阿斯利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60岁以下的人士 你可以再观望一下 毕竟我们60岁以下也还没有被排到 要施打 还没有到我们 可以再看看最新的政府的信息 最后总结一下 今天讲的关于新冠疫苗 在澳洲施打的情况 澳洲是有两款疫苗 牛津的阿斯利康和辉瑞 德国的辉瑞 主力施打的是牛津的阿斯利康 之前澳洲进口了 大概71万剂左右的疫苗 那在今年2月22日开始施打以来 至今已经打了54万左右 澳洲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疫苗施打 现在在给70岁以上的老人施打疫苗 之后的下一个阶段会是50岁以上的老人 那在之后才是所有的成年人 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去打疫苗呢 最好咨询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是查一下最新的政府的公告 疫苗基本上是安全的 适合所有16岁以上的人施打 包括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 但是孕妇的话建议还是先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 在打疫苗之前 澳洲的疫苗也是完全免费的 你只需要跟你的家庭医生去预约 等他拿到了疫苗之后就可以给你去施打 澳洲政府和疫苗生产厂商的这个合约 是要生产5400万左右的疫苗 那现在澳洲的人口是2500万 所以一人两剂的话呢 是完全够每一个澳洲公民去施打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我给予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 我在这里附上的是这个政府的公家机构 关于疫苗的热线 还有一个翻译热线 如果你需要翻译的服务的话 有最新的信息呢 政府都会在这个health department的网站去公布的 我也把这个网站放在这里 你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 关于疫苗今天就先说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 下次见拜拜